大家好 冬天的時間大家有沒有穿夠衣服呢 最重要是保護頸部和吃點暖的東西 冬天的時間 除了我喜歡吃火鍋之後 還有一樣東西我會經常吃和喝的 就是黑朱古力 我早上起床通常都會放一杯暖身一點的朱古力 然後才外出 人家暖一點 你就不會覺得外面那麼冷 就防止一些 容易一些 比如說流感 或者人的底抗力都會高一點 還有朱古力有那種放鬆和舒緩的成份 所以平日前我們都喜歡吃朱古力 但原來朱古力護膚都很受推崇 很多美國的時間都會有些朱古力磨砂 朱古力面膜 甚至是朱古力SPA 給大家做一個護膚 其實朱古力是一個護膚的秘密武器 今天介紹三種不同的朱古力產品 給大家護膚 首先第一種就是適合敏感肌膚 任何肌膚的 大肚婆都可以用 這個就是朱古力面膜 它有80%的朱古力成份 而且沒有加一滴水 它加了什麼呢 它加了牛油果 杞子和後面包薯 就是非洲的成份 其實朱古力的其中一種成份 看到朱古力SPA為什麼這麼滑 這麼白呢 其實朱古力的成份可以令血液流回皮膚 增加花的水分和抗氧化能力 還有其實朱古力是很高的花青素 所以可以慢慢做美白和淡斑的效果 這個面膜用的時間你筆出來很潔很難拖在臉上 所以我建議大家會加少許它的Herbal Infusion Oil 或者你自己的一些Facial Oil 甚至可以加少許它的Hydration Mask 這樣就會容易推和按摩 這個你可以敷半小時的時間才過水的 這個不會有太多刺激物在這裡 如果你是敏感肌膚 這個是非常之建議的 第二個如果黑頭比較多很暗 而且摸上去很粗糙的 你覺得死皮這麼厚 這個S的朱古力磨砂就非常之好 因為裡面加入了可可和黃糖磨砂 可以將你的死皮和髒東西帶走之餘 也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裡面還有這個非洲的馬路拉油做保濕 這個磨砂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面膜 就是首先敷在臉上一至兩分鐘 然後過水的時候 你就開始慢慢推 其實你會推走一些黑頭白頭 尤其是鼻蓋側邊的那些髒東西 還有下巴這個位置是非常之髒的 你可以輕輕磨走它 其實有時空氣污染就鎖了毛孔 這個就可以幫你排走一些髒東西 如果你覺得肌膚很厚 還有十年都不早一次角質護理 而且冬天的時候 你覺得茶的東西都是不吸收 而你本身也是比較強壯些的肌膚 就可以試一下下NUNA這個朱古力面膜 因為加入了果酸和狼王子 還有薑黃 它可以去除一些髒東西 以及幫你增加血液循環 是很好的 如果三種來說 這一種是最熱的朱古力 你用完之後 你臉上有一點紅紅紅的 紅粉飛飛的是正常 因為其實剛才說過 朱古力的成分多的話 它可以將身體的血液 帶回皮膚裏 做回雙層代謝 還有帶回水分、營養給肌膚 這個一個星期敷一次就夠了 如果這個可以一個星期